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冬季是各种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 特别是咳嗽 总喜欢找上孩子 有些孩子白天一声不咳 到了晚上就咳嗽得厉害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的生活提示 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最近在首都儿科研究所呼吸内科的门诊中 来给孩子看咳嗽的家长可真不少 现在就是晚上咳得睡不到觉 现在就是一直咳 白天就不厉害 有时候就咳两声这样的 主要就是晚上厉害 你看白天好点 就是晚上一咳就那一大阵 尤其是晚上有时候两点多钟的时候 一咳起来 好像就每晚咳 咳小一小时 在进一步采访中我们了解到 很多家长都担心 孩子晚上咳嗽加剧 是不是感冒没好透 或是病情加剧了呢 前面的感冒基本上都好了 但是还会出现 还会出现一些咳嗽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说 它是病情加重了 而是要注意它感冒之后 可能又发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感冒之后 又发了流鼻涕鼻子堵 它尤其是到了夜间 体位变换的时候躺下 然后就会有鼻涕倒流 然后刺激出现咳嗽 所以这个我们把这个称为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是发生在上呼吸道的疾病总称 包括鼻炎 鼻痘炎 扁桃体肿大 腺氧体肥大等 这时服用寻常的感冒药 可就不对症了 建议家长大孩子到耳鼻喉科就诊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慢性咳嗽 一个主要的原因 咳嗽变异性哮喘 它的本质就是气道高反应 就是气道比较敏感 那么对一般的 比如说别人运动就没事 但是它就会出现咳嗽 严重的是喘 咳嗽变异性哮喘 也经常被家长误认为感冒 它的症状主要是干咳 而且不光是晚上咳嗽 白天如果在运动后 也会咳嗽加剧 有过敏体质 或者有过敏家族史的孩子 家长更要警惕起来 及时带孩子就医 在一周岁以下的儿童中 引起液咳另一个常见原因 是胃食管返流 这类孩子睡前吃奶 或是吃饭后咳嗽会加剧 细心的家长还能听到 孩子有吞咽的声音 这类咳嗽则需要到消化内科就诊 虽然咳嗽的原因不尽相同 但是否有办法能帮助孩子缓解液咳呢 给孩子拍拍背可以吗 拍背的话它不能止咳 我们说的拍背 你拍背的目标是气道和肺 就对于有痰的咳嗽会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是鼻涕倒流的话 那你也就在嗓子这一块 你是没有办法拍的 常见的几种叶壳都是没有痰的 不建议给孩子拍背 家长可以自行购买一些海盐水 在睡前给孩子清洗鼻腔 来去除鼻内分泌物 睡觉时让孩子把上半身抬高或侧卧 也能防止鼻涕倒流或者胃食管返流 使用加湿器的家庭还要注意清洗加湿器 避免加湿器产生霉菌引发孩子咳嗽 孩子晚上咳嗽 家长可千万不要觉得孩子是感冒美好 继续吃感冒药可不一定见效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咳嗽变异性哮喘 卫视管返流都有可能是罪魁祸首 家长只有带着孩子及时就医找到病因 才能彻底解决孩子夜咳的问题 好了服务观众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频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